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黎卡指数升了40点 收3453点 升幅1.2% 主要利好因素是周末期间中国公布了官方BMI 差过市场预期和跌穿50%的经济荣夫分界线 所以令市场预期憧憬 环球各大央行将来再印银纸 去做量化宽松 所以刺激股市做好 看回Stocks Europe 600指数 升幅是一个月来最大的升幅 升了0.84% 上周已经升了0.5% 昨天欧洲部分国家都出了他们的PMI 例如德国的载头经理指数 8月份的初值是被 8月份的收定数值比原先初值 跌幅是拡大了 所以这也是引发市场对欧央行 欧洲央行推宽松政策的一个憧憬 英国方面PMI就出得好些 由7月份45.2%升到49.5% 所以昨晚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就是英国股市和英镑都带来支持 由于中景央行会来着放水 所以那些资源股昨晚是做得比较好的 看到那些资源股 好像Anglo Fragasta Lonmin 必和必托 力托 那些都Videnta Resources 和油股 BP Tolo Oil 那些全线都是上升 就是中景来着央行又会有新一轮的 宽松的措施 那今个星期四欧洲央行会开会议息 那市场估计可能呢 欧洲央行会披露多些关于 购买国债的一些计划 因为之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根 就说太忙了 没有空去参加 Jackson Hole的全球央行行会议 那令到市场估计呢 厚洲央行可能会有些重大的动作 来着是会出台的 除了资源价格上升 金价也都继续做好 升到去五个月高位 升了超过百分之二 但是呢 唯独市表现最差的一个板块 就是汽车板块了 因为见到八月份呢 法国那些新车登记数字呢 就跌了百分之十一 所以令到那些汽车股呢 欧洲汽车股呢 就面对股压的 威龙呢 跌了它那个的 新车登记呢 跌了下跌了两成一 那股价跌了百分之0.9 标志呢 新车登记方面就跌了百分之十一 股价同样都跌百分之0.9 连带到德国那些的 车股呢 都被拖低啦 好像福士跌百分之1.5啦 戴姆拿呢 跌百分之1 保马呢 跌百分之1.2的 那看回港股 昨天我们呢 就同时是 对两个消息 两个因素呢 作出反应啦 一个就是联储局上 星期五在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行长会议那裡 发表谈话 那都是向市场派定心 专业表示有需要的时候呢 就会再推量化宽松 那另外呢 就是中国在礼拜六周末的时候 出了个八月份的PMI 那出得差个市场的预期 但是呢 就引起市场憧憬 人民银行呢 来近可能呢 会再推一些 宽松的政策 那所以令到港股 昨天呢 就低开之后呢 就 止跌回升的 行指最高建的19609 这个也是我们这段时间呢 留意那个关键位 就是说要上回19,600 那才解除那个 消除向淡的压力 但是呢 可惜就未能够收低 19,600以上呢 收市呢 就是收19559 升76点 升幅是0.4% 成交呢 就缩减到389亿多的 内地股市呢 昨天呢 就明显地反弹了 上证中指最高见过2066 收呢就收2059 升了12点 升幅0.6% 深淨城市曾经升超过2% 最高呢就见过8399 但是差一点呢 上不到8400 收市收8361 升了151点 升幅呢 是1.8%的 不过呢 如果是单靠减息 或是担存款专美金率 刺激经济呢 恐怕成效有限 因为过往人行 都已经 又减了息 又减了存款专美金率 但是你看到 经济都是继续下滑的 所以都是担心 内地的股市呢 都是 还是弹散的格局 弹完又散 至于港管呢 那 恒指昨天一度 是重跃19,600 但是可惜未能够 站稳19,600 19,600上面 所以后市呢 都是偏淡 多些的 那下一步可能呢 就会回补回7月30日的上升年口 这个上升年口呢 闊148点 就介于 19331到19479之间 我们估计今日的恒指的支持位 是19,380点 19380 而阻力位呢 就是19650的 19380到19650 股份方面呢 我们今天建议大家留意一只奶粉股 就是阿士尼国际啦 其实奶粉股呢 都有几只 不过呢 业绩很多呢 都不能够维持啦 可以说呢 奶粉股呢 就是不容易炒 不过阿士尼国际 1230呢 都是个例外啦 看上去上半年度的营业化呢 同比增长了 百分之17 就有16亿8900万的 人民币的生意额啦 那其中 阿士尼英友宜配方奶粉产品销售额呢 就达到 11亿4400万 增长呢 有成两成七 佔了它总销售额呢 就是接近六成八 那比去年同期六成二的 佔比呢 就有所上升 那他们 因为 他们新开拓了 一万五千间的母银店呢 所以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呢 在母银店这个销售渠道的市场占有率 就为业绩带来新的增长点 他们那些 英友宜奶粉配方产品呢 其实主要都是来自新西兰的 知名供应商 好像恒天然啊 鲜利啊 那些的 供应的原料 那 那 除了英友宜 配方奶粉之外呢 他们也有生产营养品 好像 亚士尼品牌的 豆奶粉啦 正味品牌的 麦片啦 以及 优宜品牌的 成人系列奶粉的 那 那 看来近呢 他们也都会推出 是 更多的 新产品呢 包括 是高端英友宜奶粉配方 金装安倍胃系列 啊 还有呢 就是 使用新一代配方呢 对 现在的产品进行升级 啊 结合一些蛋白质啊 脂肪 维生素 抗物质的调整 令到的产品呢 更加可以接近 母乳的喂养效果 那 又和这个 中国农业大学 合作开发 高蛋白质 中老年营养奶粉呢 那 开发项目已经完成了 那 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呢 就 作息时的推广 另外 又计划在明年 上半年推出 液态饮料的新产品 那 看回它上半年度呢 就赚了2.188万 同比增加了4.6 母利率是54.3% 比去年同期 升了0.1个百分点 今年盈利估计呢 可以达到4.3000万 同比增长呢 就有4成 那 现在的预测市盈率大概是10倍 建议买入价呢 1.45 目标价看过7 指涉位呢 指涉位呢 就是看 指涉位是1.35 的 阿斯利的股票代号呢 就是 1.2.3.0